好,我们要继续回来啦 对,你刚刚讲到那个小孩是 毁灭世界的夫妻 你个人觉得是有比SARS还厉害就对了 哦,非常 虽然这样子,可是我发现我替小孩做了好多事情 怎么说 就 我虽然自己本身不喜欢小孩子 可是我身边有陪我生小孩 所以像小孩这些事情 反而是很多的妈妈们在问我关于小孩 比方说小孩拉肚子该怎么办 然后有些怀孕 一些疑难杂症对不对 怀孕的妈妈问我 期待雪要不要去做啦 然后皮肤养怎么办啊 手工造能帮我小孩设计一个 哦,之类的 对对对 对,就反而帮小孩做很多事情 有些人就问我说 你明明不喜欢小孩 你干嘛为他们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喜欢小孩他妈妈 哈哈哈哈 你是为了妈妈不是为了小孩 哦,我重视朋友 对对对对 好可爱 所以刚刚你自己有讲到 就是很多妈妈的疑问 对,因为其实 因为网络上我们有一群朋友很好玩 就是大家常常遇到红豆饼的时候 抓着他一直问问题 哎,我跟你讲我现在怀孕 那什么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吃啊 会不会过敏啊 然后小朋友会不会怎么样 那药不OK 大家其实都会抓着红豆饼 问很多问题 因为毕竟是个专家来着 很清楚这些那个来龙去脉 那我记得有一次呢 大家很好玩 大家就在讨论那个什么 脊带鞋 因为你自己有一些 可能生物跟医学方面的一些背景 然后你后来 其实你有做过那个 病理学吗 还是什么 对,我后来 我在医院当研究助理 或者我博士班毕业 在医院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 跟医生混了蛮久的 然后因为像这样 我求知欲很强 对 所以其实有学到一些 我也没的 对 然后有一阵子我就记得 很多人都一直在问 你就 就是某一阵子的时候 那个台湾有狂打一些什么 急带鞋的那个广告之类的 然后我就记得 大家就讨论的非常热烈 然后很多人就问 如果我今天是一般民众啊 我大概我也会很想问一个问题 到底 比如说急带鞋这个东西 它的用处在哪里 跟除了急带鞋以外 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它 对 你跟为大家那个指点迷津一下好不好 嗯 其实基本上为了避免 奇带鞋公司来追杀我 我希望没有人听到这个 那但是 其实奇带鞋 我觉得它是一种保险 对 跟我们买 买起来 对 人寿保险 买个保险用这样子 那但是这个保险的投资报酬率 有点低 哇 很含蓄 除非你真的还蛮有钱的 对 不然的话 嗯 是可以没这个 必要 好 急带鞋公司就不要停了 是 那因为奇带鞋它主要是 它是奇带鞋里面会有一些干细胞 对 那这个干细胞它如果被培养 被萃取出来的话 然后干细胞的好处就是 它是 呃 还没有定型的细胞 像我们身上不是有皮肤细胞 有肝脏细胞 对 那肝脏细胞 呃 干细胞的好处就是 你要让它变成什么细胞 它就可以变成什么细胞 哦 理论上 对 理论上可以这样子 对 那奇带鞋目前呃 各位如果有在看报章杂志的话 可以发现它被应用在最广是血液疾病 对 对 对有些人 比方说小孩子 它整个骨髓 呃 骨髓 白血病 对 它整个骨髓要拿掉 嗯 然后这个干细胞的话 可以重新再让它有新的骨髓 对 然后呃 所以 但是这个应用在血液上的疾病比较多 那 我之所以会觉得它有一点点 投资报酬率有点低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其代血其实不多 嗯哼 对 那呃 小孩子到 那呃 这个干细胞的使用量 跟小孩的体重是有关的 嗯哼 也就是说小孩它到达一定年龄之后 这个年龄还蛮小的 可能大概十岁左右 对 超过这个年龄之后 这个干细胞就不够用了 嗯哼哼 所以它只限于就是十岁以下的 孩子可以使用 对 对 万一的小孩不小心长得很高 呃 比方说 超过那个大纹 八岁就已经一百五十公分 很壮了这样子 但它大概就没有办法 就不够用了 嗯 对 所以因为有些人 我记得以前有些人还跟我说 鸡蛋血大人甚至都可以用 如果怎么样 我后来就是心里一直抱着很大的疑问 想说 这到底是给孩子用 还是给大人用 对 嗯 其实如果大人的话应该是骨髓 嗯哼哼 对 其实 与其是鸡蛋血跟骨髓的话 我倒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对 如果是我 嗯 我会觉得说 万一我将来生了这样子的病的话 对 我会寄望在骨髓配对上面 嗯哼哼 对 那小孩子的话 等于替小孩买保险 对 如果说你的家族都非常健康 你的小孩都没什么事情的话 那其实这个鸡蛋血的保存 应该就给别人用 就可以考虑一下 给别人用 哈哈 就是给 其实好像就变成一种 保自己也帮别人 保一个不知名的险啦 就是说万一真的哪一天需要的时候 可能有人需要用到的时候 你可以帮 帮助人家这样子 对 应该是这样子讲 那其实我也不排除 因为其他学研究一下 还在进行当中 对 我也不排除 也许再过个几年之后 其他学有更大的突破 他可以用更广的应用 但是目前为止的话 嗯 好像就是就在血液疾病上面 因为我已经没有再update 我这方面的知识了 哈哈 对 那在我有知的范围里面 我知道他目前只针对血液性疾病有效了 嗯嗯嗯嗯 那有东西可以替代他吗 嗯 骨髓 对 然后据我所知 嗯 我的update也是蛮少的 那 最近好像有一些研究在说 嗯 那个 皮肤里面也有干细胞 对 对 然后 或者是其他的器官里面 组织里面也有干细胞 可以 可以萃取 对 那最新最新我最正直看到的一个研究 它是可以 呃 反转细胞的 的 因为我刚刚提过 干细胞 它是可以比方说分化成皮肤细胞 嗯嗯嗯 那这是一个不可逆反应 嗯 理论上 但是现在有科学家可以把它反转回来 嗯嗯嗯 把已经分化细胞 转成没有分化 转回来的 对 然后再刺激它变成其他的细胞 哦 那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那真的很厉害 哇 对 欸好好玩哦 呵呵呵 我觉得我现在在上一门那个 呵呵 非常厉害的课程 对 没关系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一下 因为如果 大家有update到的话 如果以后将来 其实大家都期望啦 就是可以有更多 就是这方面的应用 因为可能会 解救更多的那个需要的人 对 相信这对疾病啊 或对一些那个人类的进步史 对 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 对 那后来我们来聊一下 因为 你现在很跳通欸 呵呵呵 就我们现在在讲到那个 疾代鞋啦 干细胞啦 什么之类的 结果 你个人呢 目前呢 竟然在 在手边最感兴趣 而且最专长的一个东西 竟然跟这个东西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现在在做 手工肥皂 哈哈哈哈 哇塞 这真的是一个完全 180度大转变 我现在说 这不是我最专长的哦 好 我现在要讲 就是说 你手边 你现在信手拈来 就可以做的一件 非常那个 很熟悉的一个事情 是你现在每天都在搅肥皂 对不对 没有每天啊 周末家闲着的时候 对 就是说 奇怪 你到底 你怎么突然间去开发起 这个肥皂的研究 这一块 因为你从小就很有 那个实验精神啊 是 看得出来 所以你 你很讲究 因为我们朋友都知道 你相当讲究 你肥皂里面的 你可以直接用龟毛 用的 这个字眼 对 你就是很龟毛啦 好啦 龟毛 就你很 你很 就是非常的 讲究 你不用你肥皂里面的 你的材料啦 然后那个 因为肥皂其实很多人 大概不晓得 真正好的 就是手工的肥皂 或什么 里面需要用到的 哎 它的成分 其实要相当的 天然 对 一定要很天然 就天然的肥皂 是不可以有掺杂任何 那些化学的东西 你现在就在做这个东西 对不对 嗯 对 好 你到底怎么 怎么发想到肥皂界 肥皂液这一块 来你讲一下好了 那当然就是说 自从我博士班毕业之后 实在是太闲了 因为读博士班跟毕业之后 工作的那个落差 非常的大 对 对 博士班就每天24小时 都抱着陪陪的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终于有周末假日之后 发现 哇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好无聊哦 对然后就刚好在网络上 看到一些肥皂的书籍 那其实我之前就 很喜欢搞一些手工的东西 对 就看到书籍就觉得 诶那我们买一本来 来看看 来研究一下 对 然后因为 其实我本人做生化的嘛 那这个就是一个化学反应 所以对我来说很简单的 对 就一点都不难 所以别人要去上课 我不用这样 看书就可以了 哇气死人了啦 人家都要上课 然后你就拿一本书 哦这个好简单哦 对 然后 其实我那天也是闲聊啊 然后 反正就是跟山姆闲聊啦 然后在小提店里面啊 就闲聊 哦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对 小提 对 小提之前我也有访问过他 因为小提的那个 店现在非常的成功 对 而且东西很好吃 对 你说小提 在小提的店闲聊 对 然后小提他说刚生知语 生完小孩 对 刚生完小孩 然后这个知语 这个小朋友 他就 呃 异卫性皮肤炎 嗯 对那时候过敏 小朋友其实有的 还蛮严重的 对很容易会得到 异卫性皮肤炎 对 我觉得 但是本身那个是 那个这个东西是有 比如说有遗传吗 还是其实就 孩子自己本身 因为外界的 外在的环境造成的 过敏的一个现象 嗯 其实这个众说纷纭啦 不过好像是 比较倾向说 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对 然后因为现在 呃 就是台湾 洗洁剂啦 小孩子洗 或者是环境空气中 其实还蛮多过敏源的 对 所以很多小孩子 就很容易过敏 嗯 对 然后再加上 呃 可能 呃 我觉得有些伤人的噱头啦 对 就搞了小孩子 很容易过敏 然后那时候我在小提店 就就是 跟三母聊到肥皂这件事情 然后小提就跟我说 哎呀 他们那个 汁雨啊 皮肤过敏的好严重啊 什么什么的 我心里想说 诶 那 那我何不 既然要做肥皂 嗯 对 既然要做肥皂 那我何不就是 呃 先拿汁雨当我的 试验品嘛 白老鼠 拿朋友的小孩当试验品 这样子 对 对 呃 就 何不就是为他们来做一款这样肥皂 对 因为 你知道小提 小提是我的好朋友 对 然后看到她是妈妈这样烦恼 我就觉得说 哎呦 好心疼我的朋友 嗯 我本身真的很没有喜欢小孩 对 对 可是我觉得这样 好 你可不可以再强调 听众朋友都知道 哈哈哈哈 对 你讲的恩便这样子 对 可是 呃 我真的很心疼我的朋友 对 那想说 好吧 那要来做 那就那就搞大一点 对 对 因为那既然是 既然小孩子的皮肤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那既然 呃 呃 就是太多的那种 化学性的洗洁剂的关系 对 那我就应该要缴一个 就是不要放任何化学性洗洁剂 那为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除了那本肥皂书之外 我又买了好多其他的书 对 就是草药类的啦 本草钢木类的啦 嗯 或是肥皂的 其他人做肥皂书籍啦 或是去看一些医生的看法啦 嗯 然后就 呃 我就还蛮坚持我做肥皂 不要放精油 嗯 可是不放精油没有味道 没有香味 对 对 因为呃 精油其实它是去提炼存化的 嗯 那在萃取过程当中 会用到蛮多的有机溶剂 对 那其实很好的精油 会把有机溶剂去除的非常完全 可是这种非常贵 嗯 像精油的价位 你看从10cc 然后有的几百块 几千块 甚至几万块都有 对 对 所以呃 其实都取决在于 都取决于它的呃 那些有机 有机的那些萃取容积 是不是能够去的干净 嗯 我们要先卖个罐子 因为我们等一下 因为听众朋友一定相当好奇 就是到底 制作肥皂的过程 跟那些成分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 很少去真正知道你们用的东西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要卖个罐子 我们请红豆饼博士来为我们借大迷惊 马上回来 有机会 所以 我来自然的 我们来自然的